青岛大同西杨汉森客场挑战 林疯狂 稀热丽杨志导盼带队六连胜 好兄弟们 今天晚上CB迎来一场焦点战的对决 那就是青岛队客场挑战 同西南岚 说实话 这场比赛对于青岛队来说 胜负可能不那么重要 因为现在青岛队25胜17负 还在联赛积分榜的第8名 可以说是今季游赛应该是板胜定定 而对手同西队不一样 同西队现在20胜22负 排在联赛积分榜的第13名 和联赛积分榜的第12名广州队 一样的战绩 现在的比赛对于同西队来说 可以说是非常重要 比第11名的山西队只少了一个胜长 而比第14名的天津队只多了一个胜长 可以说是同西队稍微一不注意 可能就跌出这个名次 况且现在CB场规赛 剩余的比赛不太多了 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同西队 能不能进季游赛非常重要 这场比赛也是同西队的卡位战 但是说实话兄弟们 虽然说我希望希勒立江指导 能够带领同西队进一道季游赛 但是今天晚上确实 我更希望我们青岛队能够取得胜利 所以说希望今天晚上 两支年轻的队伍为我们刮起一场青春风暴 青岛队杨汉森 王瑞泽 赵嘉义 包括外援 鲍威尔 穆迪 对上同西队的法尔 布莱克尼 以及王兰青 林薇 曾凡日 兄弟们比赛肯定非常的精彩 今天晚上我们就看看 到底是西热立江指导带领的同西队 能否在主场拿下六连胜 拿下关键的卡位战 还是刘薇薇指导带领的青岛队 带领的杨汉森更胜一筹 今天晚上锁定小杨直播节 我们不见不散